花邊教主大洗敗家 綠燈俠出招自老婆 在劇中扮婦家女 現實中 倒是 還要是升呢 大家版 有外國傳媒報道 教主拼錢成勝 最喜歡就是買名牌 綠燈俠老公 為了不給他亂花錢 狠心咳咳 交到教主 在紐約買東西的時候 no card no fees 難怪他們 家庭背景差那麼遠 一個是富裕家庭的掌相明珠 一個是辛勤工作的中產家庭 加上在不夠了解對方的情況下選婚 有傳婚後 問題不就浮上臉 綠燈俠整天都想教主節省些 洗的 可惜教主教多少都不合理 繼續拼 再這樣攪下去 隨時分一分鐘亮紅燈 請問我們 請問我們 請問我們